爱特你身边装修的朋友 黑心装修老板不会告诉你 美凤的最佳时机是在铺完瓷砖后的三天 此时水泥还未完全固化 容易清理 若等待水泥完全固化 将很难清理 使用铲刀清除缝隙中的水泥 清理得越深越好 若清理时深浅不一 后期容易脱落 之后 使用吸尘器将瓷砖表面和缝隙的灰尘清理干净 等几天瓷砖水泥干透后 再次使用吸尘器或毛刷 将瓷砖表面和缝隙的灰尘清理干净 清理得越干净 美凤的粘结力越强 第三步擦缝 一定要用湿乎乎的毛巾把瓷砖边缘擦干净 否则做出的美凤有瑕疵和黑边 第四步打蜡 一定要打美凤蜡 打蜡的目的是为了能在第二天轻松地清理余料 第五步加热美凤剂 在冬天 一定要先把材料放到五六十度的温水里加热十来分钟 再打胶 第六步打胶 在打胶前先打出10到20厘米材料 防止混合不均匀 新手一定要用这个美凤省胶器 它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打胶的时候不跑偏 打出来的胶非常均匀饱满 使缝隙里面不会出现气泡 第七步压缝 在打完胶半小时内压缝 不能拖得太久 先用压缝片开一条缝隙 再把十字路口一边一边分开压完缝隙 等24小时材料凝固后 用清洁产清理余料 你学会了吗 记不住的点赞 收藏